春秋两家是非常适合给蚊竹换盆的 蚊竹一般栽种两年左右的时间就需要换盆的 如果你的蚊竹栽种很久还不想换盆 只想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让它生长 怎么办呢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 不用换盆也能够让土壤疏松透气 让根系旺盛生长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就是在花盆里面给它埋上一种黑粉 这种黑粉呢就是微生物菌剂 这种微生物菌剂呢含有两亿每克的有益活菌 它的有益活菌含量高呢 它是可以活跃土壤疏松土壤的 可以呢让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 不容易板结 而且里面还含有75%的有机质 有机质呢也是可以增加盆土的营养 让土壤呢不容易出现这种结块的现象 而且我们把土壤调节好了 还扭利于根系生长 使用的方法呢非常简单 在花盆边缘挖圈钩 然后呢将这个微生物菌剂 直接沿着花盆边缘呢 给它埋进去 或者是呢和表层的土壤啊 给它拌匀 我们大概一个月使用一次就够了 这种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适合懒人花有使用的方法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